万里大平国小在上个星期六举办春耕插秧活动 而校方特别邀请到了万里松年大学 以及万里国小与大平国小的小朋友一起下田插秧 而大平国小校长就说 体验活动是传承插秧的知识与技能 同时也希望能够将农民的勤劳务实与简朴传给下一代 眼前一群小朋友在稻田里面卷起裤管弯下腰 为了让孩子体验农夫生活 万里大平国小在这个月的十八号举办春耕插秧活动 而学校特别邀请到了万里松年大学以及万里国小 与大平国小的学童一起下田插秧 并且还请来地主郭明镇农友教大家插秧技巧 虽然不是说他们种的很好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是给他们一个种子 你知道这地瓜怎么种 吃米也知道米是怎么来的 给他们一个观念一个种子 以后他们长大了 是不是有这个机会来种田还是什么样 就是给他们的种子 然后以后让他们去花芽 在地农友就表示用自身的经验 教孩子如何将水稻秧苗插得整齐 也让小朋友能够有特别的体验 而大平国小校长就说 体验活动不只是传承插秧的知识与技能 同时也希望能够将农民的勤劳务实与简朴传给下一代 一方面我们可以让小朋友认识到插秧农人的辛苦 一方面也可以让自己能够体验到插秧的乐趣 那同时也知道说 鞋吃盘松顺利利皆辛苦 更珍惜我们的食物 同时在这当中希望能够培养出学生的抗压性 也能够培养出学生能够有的创意性 如何插秧如何来种稻子 大平国小就表示借由农会所提供的台梗11号稻米 在学校附近的农田让小朋友体验插秧 而未来这一块他们所种下的水稻 还得由小小农夫除草灌溉以及施肥 而最后进行收割 让他们体验全程的种稻过程 借此锻炼孩子的心智与抗压性 让小朋友流汗插秧快乐收割 记得是端艺万里采访报道